每个男人可能都会梦想 自己能够遇到这样一个奇女子 把爱看得高于一切 然后这个奇女子会爱上她 但是如果你不具备跟她对等的爱的能力 或者你没有爱的能力 那就不要进入这段感情 我们之前讲过张爱玲的《第一炉香》 里面的女主人公葛威龙 对乔其乔也是这样 明知道你不值得爱 明知道你对我没有真心 可是我爱你与你无关 之前歌德也写过一首类似的诗 就叫我爱你与你无关 它只属于我的心 只要你能幸福 我的悲伤你不需要管 在诗人的笔下 感情好像从来不问值不值得 那许许多多的普通人打心底里 还是会希望我爱你能与你有关 这一点都没错 我们喜欢一个人 就是明明白白的想要得到 如果能够真实的面对自己的欲望 坦坦荡荡的去争取就挺好 那那个陌生女人的悲剧在什么呢 她是有欲望的 她的欲望那么强烈 可是她没有争取 很多时候我们没有争取 只是害怕失望 而不是不想要 不要做那个陌生女人 你会深夜痛哭 哭到认不出自己 因为一段好的感情 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的事 它需要两颗健全和懂得的心灵 相遇 相遇